欢迎收看海峡拼经济 我是韩佩颖 全球60%的经济总量 集中在港口海湾地区 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旧金山湾 东京湾 都是世界知名的创意发源地 不过我们要请您转换目光 投向粤港澳 这是大陆战略级的区域部署 香港澳门加上广州 九个城市共组大湾区 让原本在广东发展的台乡 也看好了大湾区 未来的高速发展 积极布局 这里是近代开布超过250年 坐镇大陆南大门 地位足以跟北京 上海匹敌的大臣广州 历史文化虽然远远流长 却不失缤纷的少女型 这个不会很重 我蛮偏向这个 一天试一次就可以接受 因为星期两相次 这个可以接受 来自台湾的曹大叔 07年在广州扎根 精准集中偏爱甜食 又怕身材走样的女性消费者 光身两地连开了七家连锁店 不过我觉得我们榴莲最近应该改一下 12年来地气接得够足 榴莲和黑巧克力对位 还是白巧克力合拍 拿捏妥当之后再凹造型 站稳马步接着扩张 其实是广州是一个中心点 然后它也是珠三角的一个 放射的一个中心点 我自己的期许也都是这样 市场准备好了 就看你自己准备好了没有 立足广州向外眺望 在2019年会看到全新的景象 这就是大陆请力打造的 粤港澳大湾区 九个广东省城市 分别是广州 佛山 造庆 东莞 汇州 深圳 中山 珠海 江门 加两个特别行政区 香港和澳门 其中以港澳广深四个城市 为发展重点 人口总净7000万 GDP突破10万亿人民币 力拼旧金山跟东京 在2035年前 寄生世界一流的湾区城市群 这里就是带动大湾区前进 再一次翻新广州的主引擎 全新的IT应用产业 阿里巴巴 腾讯 小米 大陆叫得出名号的科技龙头 全都在广州爬州试验区 设立总部布局华南 整个爬州试验区 我们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就是说到2035年的时候 这片区域它的主引业务收入 会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隔着珠江 中心知识城 是大湾区深蹲后要起的能量储存库 在新加坡的助力之下 全力抢供生物科技 先进制造的尖端领域 放眼全球贸易占云密布 这里更格外强调 智慧产权的管理与保护 为了吸引更多的创新科技 还有技术进入到大湾区 广州也打造了全大陆 第一个知识产权服务平台 包括各项专利商标版权的 申请审查保护 都在这里集中处理 提高效率 从事芯片或者台湾 称为晶片的制造商 孕育的是科技时代 最核心的竞争力 即将正式生产的 大陆半导体业者 就很得利于这里的法律后援 要打赢不管是科技上的账 或者是要打赢市场上的账 其实知识产权的保护 以及它的利用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是有信心 广州这边能够提供给我们 很好的保护 广东用藤龙换鸟的鲜活字眼 来形容产业升级 素来以制造业闻名的东莞 则是以机器惯人的概念 将传统的车间 改造成这种科技场景 机器人工艺商市值翻倍 直冲新台币50亿元 珠三角这本身就是一个 产业链的前沿嘛 我们对于工艺的理解 应该是最早 也是最深的 东莞在大湾区走廊上的 全新产业链 奠基在知识跟科技上 机器人研究院和全球第四台 超级无敌显微镜 散列中子园 全都落户在此 过去香港的科学家 如果要利用中子来做实验 就必须要到美国 英国或者是日本 不仅申请时间 可能就要花上大半年 实验时间也难以掌控 但是现在东莞就有了 散列中子园 不仅距离更近交通便利 更有机会领先取得实验成果 千万别把大湾区 想成冷冰冰的科技城市 这里也有绿意盎然的角落 台湾的农业在这里 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所以我们中海水里 透过水里面 直接提供植物生长 所需的离子态的元素 这样子的话 是让植物的生长 会变得更快速 红萨木叶蜗菊 鹿角蜗菊 都是市场上罕见的生菜 在特殊灯光下 让蔬菜开party 长得更有个性 长期洗肾的病人可能会 希望可以有低甲的蔬菜 那我们就会去做一款 低甲的蔬菜给他们食用 实验室研发批量生产 手机下单配送 所定的是大陆高档消费客区 台湾的精致农业到这里 输出经验 成长知识 农业一直都是台湾人的优势 而且精细化农业更是 所以其实 现在大陆这边 很多想要学技术的 都会向台湾人取经 那我想这也是 我们的优势之一 在大桥的另一端 就是大湾区 因令风气之先的 香港与澳门 拥有接轨国际的法令制度 与营运环境 融入大湾区 会怎样带动创新调整 以海域房地产起家的香港商界 非常期待 这个是你最好的奇迹 但是 但是火车一样 它不会等你了 在过去 你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应该说 第一次是梦想 从珠山脚到大湾区 不只是区域概念的蜕变 更是城市间的分工与合作 以及产业能量的蓄积与投射 在台湾看大湾 是挑战也是机遇 我们需要您的主要 在这个设计